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祝平安来三个咯 大家好 我是交通部工作总局副总工程师李宗章 来为大家介绍如何去辨识比较容易混淆的标志和标线 我们是不是会觉得走在路上会看到很多标志标线看起来都很像 但是搞不清楚 那今天我们就来介绍如何辨识这些比较容易混淆的标志标线 熊明安,你知道標誌標線有幾種功能分類嗎? 有三種 熊明安,好棒喔,你答對了 我們知道標誌標線的功能分類總共有三種 第一種是禁字類,第二種是警告類,第三種是指示類 那麼依照它的這個強度來區分的話 禁字類的強度是最強的 它是要禁止一些價值行為 那警告類的話呢,是要提醒用人前面的路況是要注意的 指示類的部分呢,是提醒道路上面的資訊給用人知道 標誌形狀其實有它代表的意思 常常看到的正三角形就表示是警告跟遵行的意思 圓形或是近乎圓形的標誌呢 表示是靜置或者是遵行的標誌 看到這種圓形的標誌就要小心喔 這種標誌呢,如果不遵守你的荷包就要視覺了 再來是方形的標誌,它是代表指示跟遵行的 那我們只要按照旁邊的內容去行車就可以了 那菱形的部分呢,是指示功標誌 方法指示功標誌就要注意前方是有工序喔 我們先從外觀跟圖案類似的這個標誌來跟大家做介紹 首先我們看到圖面上面左邊這個標誌呢 它是車道遵行的標誌 它代表這個車道只能執行 是不能轉向的 左邊這個標誌呢,是單行道的標誌 就表示這個道路只能一個方向行使 是不能立向行使的喔 類似的這種標誌也還有一同樣的系列 像左邊這個部分呢,都是指車道轉向的這些標誌 我們都要依照標誌上面的方向來行車 旁邊上面的右邊這個部分呢,都是單行道的標誌 也就是說要順著標誌的方向來行車 那我們來介紹第二個比較容易混淆的這個標誌 那我們從圖面上面來看的 左邊這個標誌呢,是指停車再開的標誌 也就是說當你開車看到這個標誌的時候 表示你行使在知道上面 當你看到這個標誌的時候 你在路口必須要完全的停止 然後要確定幹道的車子已經先行 而且確定安全的時候 你才能通過這個路口 那中間這個標誌呢,是指靜止停車的標誌 它可以臨時停車 但是呢,不能超過三分鐘 而且呢,你的車子是不能熄火 駕駛也不能離開駕駛座 畫面上面,最右邊這個標誌呢 是靜止臨時停車 換句話講,也就是 車輛完全不能停靠在路邊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第三個 比較容易混淆的標誌 那我們看到上方這個標誌是指插路 主要是讓A車看到前面會有一個路口 那可能會有車輛在這個路口轉向 下面這個標誌呢,代表是車道匯入的標誌 也就是說它要提醒A車的駕駛人呢 它前方會有個雜道會有車子會匯入 第四個我們要介紹的 這個比較容易混淆的標誌呢 是靜止左轉跟靜止回轉 左邊這個是靜止左轉的標誌 也就是說在車輛行進到這個路口 看到這個標誌的時候 你是不能左轉 同時也不能回轉 這特別要提醒 右邊這個標誌是靜止回轉 也就是說,車子到了路口的時候 是不能回轉的 最後我們再來介紹外觀跟圖案 都很相近的標誌 那我們從畫面上看到的最左邊這個標誌呢 是指車道縮減的標誌 從土地上來看 它是從三個車道變成兩個車道 那也就是說我走在最左邊這個車道的車子呢 它會提醒你的車道即將要終止 所以你要併到中間這個車道這邊來 開在中間車道的駕駛呢 如果看到這個標誌 就要特別注意 左邊這個車道駕駛會變換車道的一個行為 中間這個標誌呢 是指的是下路的標誌 它的意思是說提醒駕駛人 你在往前開的時候 這個道路呢 可能寬度不到兩個車道 它要特別小心會車 那右邊這個標誌呢 是指的是下橋的標誌 提醒駕駛人 你前方這個橋的寬度呢 也比較小 不足兩個車道 會車是會有困難的 接下來我要跟大家介紹 另外一種比較容易混淆的標誌 也就是說它的圖案底下 當然它的外型可能長得不太一樣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圖面上面的 左邊這個標誌是指 靜止進入的標誌 當我們看到這個標誌呢 不管前方的道路有幾個車道 我們都不能進去 譬如說單行道立向就不能進去 中間這個標誌呢 是指車道靜止進入的標誌 當我們看到這個標誌的時候 表示這個車道我們是不能進去的 譬如說當我碰到掉波車道 或者是公車專用道的時候 那我們就不能進到這個車道裡面 圖面上面的右邊這個標誌呢 它也是打一個大叉叉 但是它的意思是 靜止停車停車的標誌 也就是說車子在這個路段 是完全不能停靠的 那我們看到圖面上面 左邊這個標誌是 靜止會車的標誌 也就是我們看到這個標誌的時候 就表示前方可能是狹橋 或者是狹路 那麼會有會車上面的困難 所以呢會靜止會車 畫面上面右邊這個標誌呢 是注意會車 也就是當我們在單行道 要變換成雙向道的時候呢 提醒駕駛人前方會有車子過來 熊平安 那你知道畫面上面 這兩個標誌有什麼不同嗎 一個方形 一個圓形 欸 熊平安你只答對了一半 其實呢 圓形代表的是道路的尊形 方形代表的是車道的尊形 那這個是有不同的差異的 好那我們從畫面上面 這兩張標誌來舉例 左邊這個圓形的標誌呢 是指的是 這個道路不管你幾個車道 都只能執行 右邊這個方形的標誌呢 是指 中間這個車道 只能執行 但是 左邊這個車道 是只能左轉 那相同的 在這個畫面我們所看到 左邊這個圓形 右轉的標誌呢 是指 這個道路不管哪一個車道 它都只能右轉 那右邊這個方形 右轉標誌呢 表示 右邊這個車道 只能右轉 內側這個車道呢 只能執行 接下來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 車種專型的標誌 圓形的標誌呢 是指的是 在這個道路上面 不管你有幾個車道 我們都必須按照 圓形標誌內的車種 來行駛 右邊這個畫面方形的 是指 特定的車道 只允許 標誌內的車種行駛 這個畫面所顯示就是 相同系列的這種標誌 左邊的圓形標誌呢 就是 道路都必須按照 標誌內的車種行駛 我們看到畫面 右邊的這些標誌呢 就表示 在特定的車道呢 只能允許 標誌內的車種的行駛 我們經常會在路上看到 這種白色的隔框 但如何分辨它是停車隔 還是兩段式帶短區呢 比較容易分辨的方式 我們在T字路口 如果看到這種白色的隔框 上面有寫帶短區的文字 或者是在隔框附近 有設置兩段式轉向的標誌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很確認 這個是帶短區的格子 老師 要怎麼分辨路面邊線 及快慢分隔線 熊婷安你問這個問題很好啊 的確 我們如何來辨識這兩種標線的不同呢 首先 我們在郊區公路的時候 如果我們是看到畫一條白色的實線 那麼它很可能就是路面邊線 那麼它很可能就是路面邊線 因為它要標示出來 車子行駛的範圍 如果看到有兩條白色線同時存在 那這兩條白色線所形成的這個車道呢 就是慢車道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 比較有近障礙物線跟潮化線的不同 主要是道路上面可能有一些障礙物 我們透過近障礙物線 來讓車輛或駕駛人避開這些障礙物 讓行車比較安全 潮化線的目的呢 事實上在路口或是路段 利用潮化線來導引車流行走比較正確的方向 當然不管是近障礙物線或者是潮化線 我們都不允許車輛跨越或者是停留 窮民安 那你對這些比較容易混揚的標誌 有比較清楚的了解了嗎? 有 想要知道更多交通安全的資訊 請上交通安全路口網 看完這段影片呢 那我們這裡要做兩點的補充說明 第一件事情就是 它裡面有談到一個叫做注意會車 就是各位現在畫面看到的這個三角形 它談的是注意會車 那嚴格講起來它不是叫注意會車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到底叫什麼 它的名稱 我們回到我們的汽車課程裡面的標誌部分 摸下拉 這個看到沒有 這個在我們的題庫裡面呢 標誌部分就是雙向道 它並不是叫做注意會車 所以考試的時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為什麼有這個雙向道呢 我們看這個圖 看到沒有 它告訴我們前面的路段是雙向道 中間這個黃色虛線是分向線嘛 有兩個方向 雙向道 那另外一頭呢 就是單行道 看到沒有 單行道 是禁止任何車廂進入 而且地上是畫什麼線 白色 白色虛線 這是單一方向的 所以呢 就是一邊是雙向道 一邊就是單行道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比較特別的是這個 它同樣有一個雙向道 看到沒有 它也有雙向道 就是這個路段是雙向道 另外一頭呢 我們看一下另外一頭 另外一頭也是一樣 它地上也有 雙黃石線 也就是分向限制線 分向限制線 那也可以稱為 雙向禁止超車線 但是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它只有汽車不能進入而已 它機車還有腳踏車是可以進入的 那它上頭呢 還有一個禁止標誌 三輪以上車輛 禁止進入 所以它代表 不是完全是單行道 如果完全單行道的話呢 機車腳踏車是不可以進入的 在嘉義市區所有單行道都一樣 它是禁止汽車進入 機車呢 跟腳踏車是可以進入的 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今天我們要談的是 道路交通管理法規 那這份資料是 普通重型機車的學科教材 那資料來源是 交通部公路局提供的資料 部分的內容 加了一些網路的新聞下去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有哪些內容 他談到的科目就是 第一前沿 第二就是要認識交通標誌 標線以及號字 第三 不可不知道的交通法規 第四 你的路權在哪裡 第五 騎乘觀念以及技術 第六 模擬情境 第七 結語 我們的課程大概有兩節課的時間 那就是大概有100分鐘的時間 內容非常多 可能在這100分鐘沒有辦法談完 那沒有關係 我們的教材我們的資料都放在網站上面 好那前演談的是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前演談的是什麼 他說 他說 近年台灣地區 機動車輛登記數 看到沒有 到底是多少呢 我們往下看一下這裡 他這裡有連結點 我們連結看看好了 好不好 有沒有看到這裡 從77年 一直到 看到沒有 這已經顯示到 113年6月份 又今年6月份 2300多萬量 而且呢 他都有在增加 機車更多 看到沒有 機車更多 所以非常恐怖 各位先想看喔 車輛增多 那我們台灣 台灣的土地有沒有增多 當然沒有增多啊 土地不會成長 機車 機車 都一直在成長 1%的成長 所以呢 就會很擁擠 那擁擠之下呢 就會產生 輕浮氣躁的感覺 我們把它拉一下 看一下 這是 今年統計 機車的部分是 1400多萬量 也就是說 每100個人的話 就有99台 將近一個人一台 汽車是36台 汽車比較少 因為汽車停車位置不好找 就是目前台灣的 車輛的燈劑總數 這是統計到今年的6月份 那我們錄製這個影片的時間 是7月份 7月份 7月份 這邊就是了 根據交通事故的統計 事故中呢 人為的數是 佔了9成 那其中以 違規行為 佔了大多數 他這裡面提到兩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要進一步的了解路權 還有呢 建立防禦駕駛的觀念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什麼是路權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淡江大學 張勝雄老師 那今天我要來跟各位介紹 車輛在幹道跟知道 路口的路權 那所謂車輛在幹道跟知道的路權 指的是說 當我們兩車在一個路口相遇的時候 如果沒有紅綠燈 來幫我們指揮的時候 那麼到底誰可以優先通過 既然我們剛剛講說幹道跟知道 那首先我要跟各位介紹 到底什麼叫做知道 要判斷你是不是在知道上面的行駛 可以利用標誌或者是標線或者是號字 比如說 你如果在路上面看到這個讓的標誌 或者是停的標誌 那就表示你是行駛在知道上面 或者在地面上面 你看到一個倒三角形的標線 或者是一個停的一個標誌 那麼也表示 你現在是行駛在知道上面 另外一個判斷 那你到底行駛在知道或幹道的方法 就是看上面的號字 如果你今天看到的是一個賞紅燈 就表示你現在行駛在知道上面 如果你今天看到的是賞黃燈 就表示你今天行駛的是幹道 那如果是行駛在知道上面 原則上你應該讓幹道的車先行 另外也可以用車道數來判斷幹知道關係 判斷方式 掃線道讓多線道 車道數量較少支車輛 應讓車道數較多支車輛先行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 如果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同時有兩輛的執行車 那到底誰可以優先通過 如果這裡面沒有號字來指揮 紅綠燈來指揮 那麼到底誰可以來優先通過 首先我們必須要先判斷說 到底A車跟B車哪一個是行駛在知道上面 那麼各位可以看到 A車行駛的路線上面 它有一個倒三角形的讓字 那表示說 A車是行駛在知道上面 所以它應該讓幹道車的B車先行 熊平安我剛剛已經講了 幹知道兩輛執行車他們的優先的路線 那麼我現在又要再考考你喔 在現在這樣一個狀況的時候 A車跟B車到底誰可以優先通過 如果你今天看到的是一個賞紅燈 就表示你現在行駛在知道上面 如果你今天看到的是賞黃燈 就表示你今天行駛的是幹道 我想看看這題要選B車 知道上的A車應讓行駛在幹道的B車先行 接著我要繼續考你這個問題喔 這個很難喔 來你看看現在這個圖形的時候 到底A車還是B車可以優先通過呢 我知道答案是B車 知道上的A車應讓行駛在幹道的B車先行 答得非常好 那我接著再考你這個問題 看看怎麼樣喔 看看這個路口 它同樣會有一個轉彎車跟執行車 A車跟B車到底誰可以優先通行 你可以告訴我嗎 要選A車 知道上的B車應讓行駛在幹道的A車先行 所以剛剛講的阿 我們特別再強調一次 如果幹道車跟知道車同時到達一個路口的時候 那麼知道車都應該要讓幹道車先行 不論說這個幹道車是執行的車還是轉彎車 這一點一定不要忘記 好 那我們接著來看這一張圖 這張圖呢 兩個車子同時到路口 兩個都是轉彎車 那雖然是如此我們通常要先判斷說 到底誰行駛在幹道 誰行駛在知道 那麼從這個圖上面來看 B車呢它是什麼 閃紅燈 然後A車呢是閃黃燈 所以我們知道B車呢行駛在知道上面 A車行駛在幹道上面 所以知道車的B車應該要讓A車先行 好 熊不熊啊 那你來告訴我 這張圖 A車跟B車到底誰可以先走 老師我知道我知道 很簡單要選A車 知道上的B車應讓行駛在幹道的A車先行 嘿 答對了完全正確 兩部車都是轉彎車 但是呢 B車它的行駛路線上面 有一個停的標誌 表示B車是行駛在知道上面 所以應該要讓幹道上面的A車先行 好 最後我再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如果它兩輛車呢 像這個圖 兩輛車行駛在對向的車道上面 那到底誰可以優先行駛呢 是A車呢還是B車 那因為他們兩個都是同時在對向的車道上面 所以不論是在知道或者是在幹道上面 他們都是相同的 那麼這時候就回到大家很熟悉的轉彎車 應該要讓執行車先行 A車呢是轉彎車 B車是執行車 所以我們應該讓B車執行車通過以後 A車才可以繼續通行 大家再看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呢兩輛車都同時行駛在製造上面 一部車是執行車 一部車是轉彎車 那因為他們同時行駛在製造上面 所以兩車在幹製造這個層次的判斷上 優先順序是相同的 接著就來判斷說 轉彎車應該讓執行車現行 所以轉彎的A車應該讓執行的B車現行 熊平安再次叮嚀 如果行進路口看到以下標誌 標線與號制代表行駛於知道 若兩車分別行駛在幹道與知道 無論雙車行駛方向為何 知道車度應讓幹道車先行 若兩車同為幹道車或知道車 此時轉彎車應讓執行車先行 更多資訊請上168交通安全入口網 看了路犬的影片之後呢 其實教練在這邊覺得 不是優先順序的問題 是要如何安全通過 要記清楚通過路口 你不要管誰有優先犬 你只要想說如何安全通過 那才是重點 這是教練在這邊提醒各位的 建立防禦駕駛的觀念 教練的結論是 各位以後在外面騎車開車都一樣 你要把握兩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就是 想盡辦法不要去撞到人家 那第二件事情呢 想辦法不要被撞 這個就是防禦駕駛的白話文 好,那我們往下看 我們先來看這場車禍 這場車禍就是 兩位同學 他載著他的同學 要去建立所練習騎機車 那發生了一場車禍 那這邊有圈起來 二度車禍 頭部遭撞起 那頭部為什麼會遭撞起 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的內容 身穿桃粉色的富人才剛停好車 突然間後方一台霜在機車撞過來 富人當場倒地 沒有想到摩托車乘客二次車禍 換個角度來看 機車被撞倒滑行後 後座的乘客又被並行的休旅車撞擊 頭部受傷被緊急送醫 騎機車就是我看到他有擦過傷 但是他還是趕快去關心閨蜜的情況 因為妹妹就是叫不起來 就是叫沒有反應 但是還是有微微的呼吸 然後後來就送去醫院 就是說情況不樂觀 然後住家復病房 附近住戶坦言撞擊聲很大聲 也趕快協助叫救護車 這期車禍就發生在17號上午10點多 當時有駕照的好閨蜜騎機車載著朋友 沿著異名路要到新竹監禮所練習騎車 沒想到在路上發生車禍 被撞婦人脊椎受傷 後座乘客爐內出血 而如今後座女乘客身份曝光 就是曾經上過綜藝節目的吳孟婷 吳孟婷的爸爸也在社群上 好 我們先停個在這邊 我們來看這場車禍為什麼會發生 我們注意看一下喔 這位護人呢 把機車停好之後 做了一個什麼動作 我們來看一下 停好之後 人下車嘛 人下車往左邊 注意看他往左邊跨了一步 他往左邊跨了一步 機車剛好過來 就撞上去了 好 那最終呢 這個女生呢 就被旁邊這台車輾過去了 頭部受傷就死了 好 那我們來看這條馬路 到底是什麼狀態 好這邊 我們停一下在這裡 這條馬路呢 就是長這個樣子 看到沒有 你看 人家這台汽車呢 看到這裡有汽車 他會往左邊靠 是不是 這個就防禦駕駛 他 怕這輛機車突然偏左 所以他一定靠左邊 好 那我們騎機車呢 也是一樣啊 你看到護人在這邊 你要提早靠外側 他沒有 因為他突然跨到車道中 他就撞上去了 剛好不巧倒地又被車撞上去了 所以這場車禍的問題 你正確點在哪邊知道嗎 速度 速度 這種道路的話呢 是汽車跟機車 共用的車道 所以速度一定要慢 你速度怎麼辦 速度慢你才有辦法 避開危險 還有呢 不要並行 那我們剛才上一節課 有講過了嘛 開車騎車都一樣 你要注意四面八方來車 你也要注意後方來車 當你看到前面有富人站在那邊 後面又有來車的時候呢 你就是要放慢速度 不要同時要閃那個富人 要閃避這樣車子 這是相當危險的一件事情 這也就是經驗法則要告訴各位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標誌、標線以及號字 因為我們在大陸上有很多標誌還有標線 它提醒我們告訴我們 我們要注意什麼 交通標誌 以規定的符號、圖案、簡單明瞭的文字 畫在一定形狀的標牌上面 安裝在固定或者可移動的支撐物體 設置於適當的地點 用於預告以及管制前方路況 告訴我們車輛駕駛人還有行人要注意 要遵守的交通管制設施 那標誌的分類有分警告標誌 還有禁制標誌、遵行、禁止、限制 以及指示標誌 最後呢還有輔助標誌 那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警告標誌 警告標誌一般都是紅色三角形的 告訴我們車輛駕駛人以及行人 要了解道路上面特殊的狀況 提高警覺、準備防範應變的措施 禁制標誌裡面包括了遵行、禁止 以及限制的特殊規定 也是一樣告訴我們車輛駕駛人 以及行人要嚴格遵守 指示標誌部分呢 用於指示道路的方向、路線、旅程、地名 以及公共設施等等 以例行車駕駛人還有行人容易辨識 第四、輔助標誌 除了前項三款標誌以外呢 用於便利行車以及促進行車安全 所設立的標誌或標牌 那這種標牌呢通常都是臨時性的 因為都是道路施工在使用的 接下來交通標線 標線用於管制交通 表示警告、禁止、指示的標誌 以規定的線條、圖形、標誌或其他導向裝置 劃設於路面或其他設施上面 用於管制道路交通、車輛駕駛人以及行人 通行或停止的交通設施 標線部分的話有紅色跟黃色跟白色 那紅色來說呢是絕對禁止 表示道路上遵行還有禁止還有限制的特殊規定 告訴我們車輛駕駛人以及行人 必須要嚴格遵守 那一般來說都是禁止臨時停車線 那黃色部分呢是警告還有限制 告訴我們汽車駕駛人還有行人 要了解道路的特殊狀況 要提高警覺並準備防緩應變的措施 例如分向限制線 就是雙黃石線 白色部分呢就是遵守引導還有指示 指示車道、行車方向還有路面邊線 以及左轉帶轉區、行人穿越道線 讓車輛駕駛人以及行人 瞭解行進方向還有路線 例如車道線 標線的形態 有條狀型的還有標誌型的還有圖型的 還有反光導標以及危險標誌 那我們看這裡 白色虛線還有黃色虛線 還有白石線、黃石線 紅石線、紅石線 標誌呢就是警告標誌慢 當然沒有快啦 一定是慢的 圖型部分呢以機車的形狀 那危險導標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反光標誌 黃色的就是代表對的方向 如果是紅色的 像這個邊邊是紅色的 就是表示你逆向了 白色虛線 它這邊談到的就是設置在路段中 用來分隔同向的車道 或者作為行車安全距離的辨識線 那什麼是行車安全距離呢 有畫線的這段是4公尺 沒有畫線這段是6公尺 所以前後就是10公尺 也就是作為我們行車安全距離的辨識線 那設於路口的話呢 則是引導車輛的行進 黃須線 黃須線 稱為行車分向線 也就是說 行車分開的方向 分開的方向 設於路段中 用於分隔 對向車道 對向車道 兩個方向 白石線 又稱為快慢車道分隔線 或者路面邊線 設在路段中 用於分隔 快慢車道 或者指示 路面範圍 設於路口的話呢 作為停止線 那設在路側的話呢 作為車輛停放線 那設置於同向分隔島兩側 用於分隔同向車流 那我們看這張圖 快慢車道分隔線的線寬 40公分 那路面邊線的線寬 45公分 所以寬度不一樣 這邊要提醒各位 它是有差別的 那我們機車行駛的話呢 不能行駛在路面邊線以外 黃石線又稱為禁止停車線 設在路側則 用於禁止停車 設在中央分隔島兩側則 用來分隔對向車流 黃石線可以臨時停車 測量因上下乘客 裝卸貨物 其停止時間未滿三分鐘 保持立即行駛狀態 紅石線 也就是禁止臨時停車線 紅石線 又稱為禁止臨時停車線 設於路側 用於禁止臨時停車 紅色石線代表全天24小時都禁止臨時停車 依規定 汽機車不得臨時停車 另外許多駕駛人 以為車輛停在 紅線內側 不會被開罰 這點是錯誤的 一樣會開罰 我們看到這張圖 像這種機車的話呢 還是會被開罰 雙擺區線 也就是讓路停止線 或者是吊波車道線 設在路口 作為未發設行人穿越道時 讓路線自用 又稱為停止線 設在路段中 作為行車方向隨時間而改變之 叫做吊波車道 雙擺石線 又稱為禁止變換車道線 設在路段中 用於分隔 同向車道 並禁止變換車道 一般在隧道裡面 都有化設 黃色雙石線 又稱為分向限制線 設在路段中 用於分隔 對向車道 並雙向禁止超車 或跨越 更不能回轉 那白色虛線 還有白色石線 並列 又稱為 單向禁止變換車道線 設在路段中 用於分隔 同向車道 白石線部分呢 禁止變換車道 或跨越 並列 並列 稱為單向禁止超車線 設在路段中 用於分隔 對向車道 防釋線部分 禁止超車 跨越 或迴轉 機車停等區 這是在路口 停止線的後方 那專門提供普通重機 或者慢車 也就是腳踏車 停等的 那汽車跟大型重機 不可以停在裡面 那這裡要特別注意的就是說 如果你要右轉的話呢 你一定要靠右邊 在停等區的右邊 同樣的你要到對向的 左轉帶轉區的話 也是要靠右邊一點 稍微要提醒各位的 那有些路口的機車停等區呢 是在中線車道 因為它是提供左轉用的 等待區的話呢 這裡就是稱為兩段式左轉 左轉帶轉區 或者呢 還有右轉帶轉區 那它設置在路口 行人穿越道的前端 或者T字型路口的路邊 普通重機 應配合標誌或標線 進行兩段式左轉 不可以直接左轉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警告標線 警告標線呢 就是要告訴我們 車樣駕駛人 還有行人 要了解 大陸上面特殊狀況 提高警覺 並準備防範應變的措施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 路中障礙物體線 還有呢 路旁的障礙物體線 接下來它有縱向的 縱向的話 就是有路寬邊更線 還有呢 進鐵路平交道 以及吊波車道線 那還有 近障礙物線 那我們也常常看到 減速標線 反光導標以及危險標誌 這個就是反光導標 靜置標線 用來表示車道上面 遵行還有禁止還有限制的特殊規定 告訴我們 車輛駕駛人以及行人 要嚴格遵守 那我們看到的就是 分向限制線 那還有呢 禁止停車線 以及禁止臨時停車線 包括了禁止編換車道線 單邊禁止編換車道線 雙邊禁止編換車道線 這個都是禁止標線 那禁止標線 包括重向的還有輔助的 那大概就是 單向禁止超車線 那還有呢 雙向禁止超車線 以及讓路線 還有網狀線 網狀線就是 就是在這個範圍內呢 都禁止臨時停車 接下來還有 機車優先車道 這個我們在道路上也常常看到 禁止標線部分 也有 車種專用車道線 那自行車專用車道線 以及機車專用車道線 那還有呢 公車專用車道 僅限公車行駛的專用車道 接下來還有機車停等區線 就是這個四方格子 那還有 禁止標線的 橫向的就是 停止線 這條停止線 指示標線 用於指示車道 行車方向 路面邊緣 左彎帶轉區 行人穿越道等 讓車輛駕駛人 以及行人 瞭解行進方向 以及路線 目前我們看到的就是 枕木紋人行穿越道 還有 斑馬線 行人穿越道 那枕木紋呢 是設置在交叉路口 那斑馬線呢 是設置在 道路的中段處 設置的地點會有所不同 縱向的指示標線 包括了行車分向線 以及車道線 那還有 穿越虛線 穿越虛線 是提供車輛 匯入匯出 作為 劃分主線車道 與其他道路的用途 其他車道的車輛 應讓主線車道車輛先行 也包括了路面邊線 那這邊有談到了 用於指示路肩 或路面外側邊緣的那個界線 線寬為15公分 接下來 縱向的指示標線 包括了 對角線 行人穿越道線 它的區分有時段性的 還有全日性的 接下來 指向線 用來指示車輛行駛的方向 以白色箭頭 畫設在車道上面 輔助的指示標線有 車樣停放線 以及身心障礙者 專用停車位 輔助的指示標線 還包括了 左轉代轉區線 以及 機慢車 左轉右轉代轉區的線 也包括了自行車 穿越道線 那還有轉彎線 接下來我們來談一下 耗製部分 耗製是透過電力的運轉 的交通管制設施 以紅色、黃色、綠色 三種顏色的燈號 或者以聲響 如鐵路平交道 指示車輛 以及行人 必須停止或者注意 以及通行 設置在交叉路口 或者其他必要的地點 將道路通行權 指定給車樣駕駛人 以及行人 那管制其通行 停止及轉向之交通管制設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車輛在耗製化的路口上面的 路權部分 跟大家分享通過耗製化的路口 我們機車的騎士 開車的駕駛朋友 要注意到什麼樣子的路權知識 我是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的車話會 在我們一般耗製化的路口 我們常常會看到一些常見的耗製跟標誌 像我們第一種 這種就是圓形的綠燈 那另外一個你會看到箭頭的綠燈 可是旁邊還跑出個紅燈來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等一下都會進行解釋 然後我們常見的標誌排面 有機慢車兩段式左轉標誌 有靜止左轉 靜止回轉 還有靜止右轉標誌 這個都是我們應該要特別去注意的 通常我們在交通領域講的耗製化路口 指的就是你個形象 都會有看到紅綠燈的這個路口 那當你開車或騎車經過有紅綠燈的路口 不管你是在哪個方向的車 都要遵守我們的耗製的燈號 還有我們相關的標誌 來停止或者來前進 在標誌的部分 請各位機車騎士 一定要特別去注意 在你通過路口的時候 有沒有兩段式左轉的標誌 當你看到這個標誌的時候 就要按照它的規定 不能直接左轉 如果這時候的路口 是圓綠的綠燈思想 那這時候有車子要轉彎 那也有車子要執行 那到底是誰的路權呢 如果這兩個車頭不太絕對不撞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我們會講 轉彎車要來讓執行車 在這張圖上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A車是左轉車 所以我們左轉彎的A車 要讓執行的B車先行 我們現在來看看熊平安 製報這一題的答案 熊平安你好 看看這一題 它的答案應該是什麼 A車因為A車是直行車 B車是轉彎車 所以是A車先行 B車需要讓A車先通過 熊平安你好賺喔 馬上答對了 老師你剛剛很認真在聽 有時候我們在路口的時候呢 會看到怎麼路口有紅燈 又有綠燈 可是這個綠燈是有箭頭的 這時候這個號字呢 我們叫做箭頭指向的一個綠燈的號字 這時候你特別要注意的是 綠燈的這個指向 它是指向哪一個方向 好 以這張圖來看 它綠燈的方向是指向左邊 這時候左轉是綠燈 那直行跟右轉呢 它是紅燈 所以我們在直行跟右轉的部分 它是不能走的 只有左轉的車 它是可以通行的 那我們再來看這一張圖喔 這時候你看到的指向綠燈 它是指向前面 也指向左邊 這時候它可以右轉嗎 喔 當然不行 這時候的右燈相對 是紅燈的狀況之下 你是不能在這個路口右轉的 剛剛熊平安表現得非常好 我們現在再來看看熊平安 知道這一題的答案是什麼 不行 這個號字的綠燈箭頭 是直行和右轉兩個方向 沒有左轉方向 左轉形象 視為紅燈 駕駛當然不能左轉 厲害喔 你現在都完全了解到說 這個指向的號字指的 誰是紅燈 誰是綠燈 那剛剛已經講了 那麼多的路權的觀念喔 我們現在要來整理一下 那假設我們這邊的 號字的路口呢 只有圓形的綠燈 這時候你的車輛呢 是可以左轉 也可以直行也可以右轉 那如果說我們有看到 機慢車兩段式左轉標誌的時候呢 我們的機車應該要按照 兩段式左轉的方式來進行 那如果我們在路口喔 有看到像這樣子的 靜止左轉 靜止右轉 跟靜止回轉的標誌 你就知道我們在轉彎的時候 是某些形象是被禁止的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去遵守路權 如果說我們在圓形綠燈 直行車跟轉彎車都有 路權的時候 要遵守轉彎車 要讓直行車先行的規定 那我們剛剛看到了很多 有箭頭的箭頭指向綠燈 只有箭頭方向的形象是綠燈 其他的形象是紅燈 你是不能通過的喔 以上的交通安全觀念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接下來我們請熊平安 幫大家出幾題題目 然後看大家有沒有 把號字化路口的路權 整個都學會了 大家來想看看答案是什麼 第一題 哪一位機車騎士 可以先通過路口 答案是B騎士 因為B車是執行車 A車是轉彎車 執行車和轉彎車 都有路權時 必須遵守轉彎車讓 執行車先行的規定 第二題 機車騎士 要左轉 他在路口 看到標誌時 應該怎麼做 答案是1 這是機慢車兩段左轉標誌 包含機車和自行車 都必須遵守兩段式左轉規定 不能直接左轉 第三題 不選題 駕駛看到這個號字 他可以怎麼走 要選2 右轉和3執行 這個號字的綠燈箭頭 是直行和右轉兩個方向 沒有左轉方向 左轉形象 視為紅燈 所以當駕駛看到這個號字 他不能左轉 只能直行或右轉 第四題 駕駛看到這個號字 他可以右轉嗎 要選2 不可以 這個號字的綠燈箭頭是左轉 所以如果機機車駕駛想要右轉 而他是看到這個左轉鍵頭綠燈號字 他是不能右轉的 第五題 駕駛看到下圖的號字和標誌 他可以左轉嗎 要選2 不可以 雖然這是圓形綠燈的燈號 但是旁邊有靜止左轉的標誌 他不能左轉 只能直行或右轉 更多交通安全知識 請上168交通安全入口網 熊平安 掰掰喔 這段影片談的是紅綠燈 入口的紅綠燈 因為通過入口有很多衝突點 不管你是直行還是要左轉還是要右轉 他有些衝突點的存在 唯一的方法就是要速度放慢 那裡面也談到了左轉彎 機車的左轉彎 要分兩段式左轉彎 行車管制號字就是所謂的紅綠燈 剛才影片也談得非常多 我們這邊就不再重複這個敘述了 行人管制號字是配合紅綠燈在使用 站立的行人呢 以及靜態的動態的行人在行走 圖案的方形呢 以紅色跟綠色兩種顏色 管制行人穿越道路的時候是停止還是通行 那設在交叉路口或者在大陸的中斷處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前幾天發生東海大學 學生發生車禍 結果被左轉公車 臉閉的新聞畫面 昨天全台到處都在下好雨 偏偏視線插就讓悲劇發生 台中知名的景點公園眼科前面的路口 你看消防人員當時努力的要把人拉出來 因為發生了死亡車禍 晚上9點多 兩位東海大學的女學生 綠燈走在斑馬線上 直接被這輛畫面上的公車撞上 其中20歲的女大生整個人被捲進車底 送醫搶救不治 那開車的是65歲駕駛 已經當了問長15年 過去如果說要看她有沒有不良紀錄的話 其實追查下來她的狀況是OK的 那以65歲這個年紀來說 恐怕她也開始在計畫退休了 她表示當時天色暗 學生們又穿深色衣服 她才沒看見直接撞上 台中中區知名景點公園眼科前面發生嚴重車禍 兩名東海大學的女大生被公車撞 其中一人被捲進車底 下方人員搶救出來的時候沒有生命跡象 警方到場勘察事發當下 公車在路口綠燈左轉 這時20歲林姓女大生和21歲王姓女大生 走行人穿越線過馬路 開車的失姓駕駛向警方供稱 天色太暗 加上兩名女大生穿深色衣服才會撞上 林姓女大生被捲進車底撵過 傷勢嚴重送醫不治 失姓駕駛撞到人時車上還有乘客 她說發現車輪有撞到東西的意狀趕緊停車 但林姓女大生已經被撵過 發生車禍的路口是單行道公車一轉彎 馬上就是行人穿越線 客運公司認為 照式的失姓駕駛當時疑似沒遵守規定 轉彎要通過行穿線時 必須停下來等待 但她是直接開車過去 失姓駕駛在公司服務15年了 沒有違規紀錄 也曾因為服務客人獲得多次嘉獎 這一次開車撞死女大生 被警方依過失致死罪嫌移送法辦 華時新聞綜合報導 看到這個心痛的新聞畫面 也要提醒各位學員 通過路口不是只有看燈號 你要如何安全通過才是重點 特種交通號制也是一樣 車道管制號制 打叉型的紅燈表示車道封閉 垂直向下的綠燈 就是表示遵許車輛進入箭頭所指的車道行駛 特種閃光紅燈表示車輛要通過的時候要降慢速度 確認左右沒有來車再通過 那特種閃光紅燈的話就表示是在支線道 車輛必須在停止線停車 確認左右沒有來車再起步通過 那很多路口都沒有這些燈號 還是一樣放慢速度左右查看再通過 鐵路平膠道號制閃光燈以及警鈴 雙斬的紅色燈閃爍的時候表示行人還有車輛呢 必須禁止進入平膠道 車輛應停止在停止線前 如以在平膠道上面呢要盡速離開 那行人穿越到號制的話呢 我們在道路上比較少看到 那表示前面有斑馬線人行穿越道 車輛呢必須要減速慢行 遇到有行人穿越的時候呢要停止 讓行人優先通過 車輛可以用到達行人的標準 車輛搭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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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搭診斷